刘凯威打破离婚谣言?证实杨幂二胎,暂退娱乐圈,肚子大倒藏不住。 要说到娱乐圈婚姻最具争论性的一对夫妻,是刘凯威和杨幂也是实至名归了。两人自结婚以来,就被网友们纷纷欲言不得,对于此事。 夫妻两人也没有在大场合谈及,但都是被两人的实际行动否认了,再加上两人爱情的结晶小糯米出生了。 也是给那些传婚变的网友一个最好的回击。 说到杨幂,大家也不会陌生了,她在娱乐圈也是有着拼命三杨称好的,最多一年出演,包括客串,将近十一部戏,数目惊人,虽然如今也成了老板,但每年都有新戏推出。 而且,在近日杨幂在判完辅寥后举办的发布会,在发布会上也直言接下来她会停工三个月休息,停工原因是回家陪小糯米,网友也纷纷猜测是在为二拍做准备当中,这不是刚好对上时间了吗? 最近有媒体拍到杨幂在逛超市买衣服的照片,但网友更多的是关注到杨幂的肚子伤。 据说杨幂在某剧组拍摄时还经常怨吐,因不想影响拍摄,常常抹完嘴后继续拍摄,不过仔细看杨幂的肚子,应尽微微隆起,真的藏不住了。 最近杨幂和刘凯威被带到合体现在机场,粉丝们自然不肯放过,当粉丝们问网上怀二胎是不是真的时候,两个人表情都非常甜蜜,口风非常紧,似乎一点都不想透露的意思。 都知道,明星怀孕一般都是三个月以后才会公布,看他俩这表情,莫非是要等到三个月之后再公布了吗? 看着两个人那么恩爱,离婚传闻也不公自破,嫁给刘凯威生下小糯米之后依旧美丽窈窕,杨幂可以说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了,最近看到杨幂的小视频才知道原来大秘密的身材是这样保养过来的。 如今杨幂事业红红火火,出道以来一直在不眠不休的排气,也是时候回归家庭陪伴下家人,毕竟钱是赚不完的,其实小编觉得一个女人,有时候事业上是独立一点是比较好,但是如果不能事业家庭平衡的话再成功也是不完整的。 近期杨幂也一直没有在公共场合路过面,虽然最近杨幂二胎的事情在网上广为流传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给小糯米迎来一个小小糯米了,而且这个事情真的成了话,那么杨幂与刘凯威之间离婚出鬼的谣言不公自破了。 所以最后也让我们坐等杨幂刘凯威两人公开好消息,毕竟生完孩子之后两人相处时间可以多一点,有了孩子两人自然就会时不时往家里跑,感情自然就会升温,外界争力生自然就会慢慢没有了。 提问,你觉得杨幂是否怀上了二胎?对于杨幂常言重心都放工作上没回归家庭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